中国的邻国日本 在9月27日当地的这个日本时间 日本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束 那么67岁的前干事长石破茂 当选了这个自民党总裁 他是战胜了他的这个对手 那他将于10月1日 被临时国会选为日本的新首相 那石破茂这个人呢 有38年的从政经验 在党内素有直言不讳的这个风评 有人甚至他说是党内的在野党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在今年是第五度参选自民党的总裁 他也说这是他最后的挑战了 这句话前不久才被这样的 这个另外的一个西方政客川普 他也说过 那在今年8月的时候 石破茂曾到访台湾 与台湾领导人赖清德及萧美琴会面 他曾被问及台日关系是否因正式化 那他回应指出 台日之间务须立法 但仍然欢迎相应的讨论 石破茂是在2002年 以防卫厅长官的身份首次入阁 那石破茂他曾说 安倍晋三问过他 你究竟要选我还是选民主党的小泽一郎 石破茂说结果我选了小泽 那从政经40年的时间中 石破茂也说自己是得罪人多 称呼人少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大家对他的这个讨论的点非常多 一方面因为石破茂本人是他对待这个日本 对于这个日本社会对于日本二战战犯的供奉 有过一个非常鲜明的讲话 认为对待日本的这种假计战犯 以及对待二战时期的一些普通的日本士兵 得分开祭拜 他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可能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的一些言论 可以在中国被广泛报道 甚至有人说他是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左派的这样的一个政客 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呢 其实石破茂是一个比较右派的人物 是一个非常鹰派的一个保守的这样的一个政客 那么在石破茂赢得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后 更多的人去发掘出了石破茂和中国的这个更深层次的关系 有人发现在45岁的时候 当时成为这个防务大臣的石破茂 其实这个和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和当时的这个中国防长 中国的国防部部长曹刚川 有过一番已久论英雄的过去 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石破茂自己亲自披露的 在2016年已经是八年前的时候 当时在担当这个还是一个在地方担当创生大臣的这个石破茂 是在2016年的3月底呢 去了一趟富士电视台 接受了一个富士电视台的一个节目的录制 那这个节目呢叫做Downtown Now 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2016年的3月25日 在节目中啊 他和一帮这个电视人物娱乐人物主持人呢 坐在一家这样的餐厅里 一起喝酒谈论过去 当时他回忆起45岁担任防卫厅长官期间呢 访问中国时 与中国的这个国防部部长及其他军方高官的酒院上 有一场豪影对决 当时啊这个石破茂是以一人之力力怼多名 这个中国的军方高层 当时的这个中国方面是试图通过酒力压倒他 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中国这个军方酒桌文化 但是石破茂说啊他背负着日本的荣誉 毅然是以一人进行应战 石破茂回忆说啊 最开始我们是用小杯喝 那喝到五杯的时候呢 中方意识到我自己的酒量很强 那随后呢这个中国军方的高层 比如总参谋长 情报局长等人是一一排队上前 与石破茂一同举杯 这个中国军人是一起喊着 中日友好干杯 试图通过集体力量放倒石破茂 尽管这个对方人多势众 但是石破茂说啊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在耍赖 但是呢因为身在中国 他也不能多说什么 一方面呢 他也背负着日本的荣誉 所以啊石破茂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说他自己是以一人独自应战到底 石破茂还补充说啊 其实他了解到中国的酒桌文化呢 是会非常轻视那些在酒后失态的人 因此如果说在这样的酒 这个喝酒的场合失态呢 也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如果说喝醉了胡言乱语 那就彻底完蛋了 如果是仇态百出 那肯定也会被列为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不会再请他来喝酒的 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当晚啊石破茂当时到底喝了多少杯 这个网上的有一个说法是喝了70杯 杯杯茅台 而且石破茂说完全没有醉 那么在我的印象里啊 一个普通的白酒杯呢 应该是25毫升 那联合70杯 我来算一下 大概是1750毫升 大致相当于三瓶多的茅台 一人喝了三瓶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战绩了 那么这个呢 也是在45岁的这个石破茂 在中国的一番经历啊 那么其实啊 在日本也好 在中国也好 这个酒 尤其是酒和政客之间的这个故事呢 其实不算少 那比如之前的 还在任的这个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本人呢 其实也很能喝 只不过这样一个后任的日本首相 石破茂 他和中国是以和中国的军方高层之间的交流呢 有过这样公开的对应 对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当然了 对于中国军方的酒桌文化呢 可能何彬先生比我更为了解啊 那么是不是 如果说对待一个 在中国军方内部 接待一个这种 比较高层次的 这个外国药员 确实会要拿出 在酒桌上放倒他这样的一个态势 来对待他 何彬先生 这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啊 那个时候 中国的军方 还可能比较的放肆 这个尤其是曹光圈 没什么事干 对吧 我记得他到美国来一次 是在五角大楼 还是什么地方 要去办计这个美国的 这个高级的官员 在外面街上等了很长时间 对方根本就没有人出来来接待他 而他呢 就是一身这个 中国的这个军装 几个军人站在这个外面 非常的这个尴尬 这些军人呢 确实是以喝酒 这个 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 比如说北京的这个街头啊 这些比较好的这个酒店啊 门外都是停到这个军队的这个车牌 有的可能是假的 跟军队联合啊 军队给他一个车牌 那有相当多是真的 就是中国的军队无耻到这样地步 但是真的是非常罕见 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 亲了一举把这帮九郎幻队给收拾了 无一人可以有反弹 对吧 只有这个总政治部主任张阳 还有一点点骨气 自杀了 对吧 其他的这个将军们 现在可能都在危机啊 危压啊 危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石什么帽啊 石破帽 石破帽 石破帽这个人呢 我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因为日本的首相啊 其实你一直给人的印象 你刚刚熟悉他啊 他就下去了 他的不稳定的状况啊 在最近几年啊有所稳定 所以我们还记得一个人叫 暗点文行 也记得一个人呢 叫安倍 但是呢 日本的这个外交和军事啊 还是没有从二战的这个框架里面走出来 再让日本成为亚洲 一个最先进 这个工业化的这个国家 但是呢 他的这个军事和外交的独立性 是非常缺失的 尤其是现在共同面对 这个中国的崛起的时候 日本更加丧失了这种自立的精神 自立的这种能力 所以这个上来之后 他能不能把托啊 这样一个困局 其实需要非常大的这个勇气 有些人呢 对他抱有一种期望啊 说他是一个温和的这个日本的政客 比另外几个人要温和很多啊 从刚才小杨这个例子里面显示出来 那他跟中国的人的交往还是蛮深的 对吧 能够喝掉几瓶酒 是有这种记忆的深刻 但是 我注意到他的这个 北约的这样一个亚洲的这样一个讲话 那听了这个讲话 我就对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了 除非他有新的这个改变 因为亚洲现在啊 有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 有中国正在崛起的国家 两个国家已经形成了某一种平衡的关系 要建立一个更复杂的这个体系 尤其是如果以美国的主导或者中国的主导 其实都是一个灾难 日本也没有这个主导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北约 那么这个北约的目标到底是对准谁 如果是代表中国 对准中国 那等于就是建立了一个不安全框架 如果是由中国来主导 那你亚洲其他的国家放不放心 那美国就不会同意 所以这种想法我不知道他是 怎么一个想法 这个没有具体去了解 不过有一个事情 我倒是对他还真有一点好的印象 就是他在早几个星期以前 就是美国宣布 就是不准时接受日本的这个订单 日本的这个邀约 就是要收告这个美国钢丁公司 美国这个理由即使是我们要保护这个钢丁公司 其实这是选票政治 美国的选举政治造成的 因为如果让这些公司卖给了日本 原来在美国公司工作的这些工人们 他就觉得缺乏了一点安全感 他就可能不会给这个政党投票 所以民主党就说我们不慢 当然共和党也是一样的 两党都是要基于这个选票 跟民族啊国家利益啊都没什么关系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听了这个石破茂说 我们对美国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平等 就是平等 问题是 他怎么会给你平等啊 他的军队都聚在你的国家啊 对不对 你的很多的行为是 受制于这个美国啊 对吧 这个现实如果不能这个解决 日本它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正常国家 只要不是真实上的正常国家 你就没办法正常去看待它 已经我们把这个事情呢 想得比较这个轻描淡写 因为日本很和善 日本人很和善 这个日本也是亚洲法治程度 文明程度非常好的一个国家 很多人喜欢生活在日本或者到日本去 但是呢 你真正去跟日本去交谈去了解 他们知道 内心世界里面 自己还是生活在二战的这样一个阴影中间 很多事情 还是没有这个 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的话怎么办 那就这么套着嘛 就跟韩国一样的嘛 对不对 你说韩国有独立的外交吗 有独立的军事吗 没有啊 因为人家的军灯在你的这个地上 你怎么会有呢 是跟欧洲一样的嘛 欧洲是因为有了这个北约 对吧 所以你们这些国家 能怎么样呢 不支持美国 你还有什么葫芦吗 现在这个日本也是这个样子 而这个里面的危险 就在以前中国的力量比较弱 很弱 所以美国也不觉得你是个什么威胁 甚至你中国还是美国 可以利用的一个平衡 这个苏联的一个非常有利的平衡点 所以不是一个什么问题 那现在是 亚洲的格局已经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了 而且这些变化在不断的加深中间 改变中间 而这一次呢 中国的试射这个洲际导弹 小燕你之前说是40亿 好像现在是30亿 不管是30亿也好 40亿也好 就是针对日本来的 就是针对菲律宾来的 就是警告你们选兵的时候 要知道自己的精良 就那么简单 对不对 他的目标不是对着美国来的 所以他事先跟美国讲清楚了 所以美国也没什么好话说嘛 所以美国反而赞扬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在军事上朝向了政治的方向嘛 那么日本由于他的这个现实的这个问题 他不太像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越南这些国家 能够左右摇靶 左右平衡 这是他非常遗憾的一点 因为日本这个力量 如果他是左右摇靶 他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只会更高而不是更低 但是他一旦选边 他其实也不是选边 他没办法 他就是这边的 所以他的这个混量就不一样 那中共呢 这个国家呢 他现在是这样打稿 他还是比较怕的 但是呢 他打这个主人的一条稿 他是可以的 中国人的习惯就是 打稿给主人看 所以就是日本的这个地位很尴尬 但是日本有多大的能力挑战这个中国呢 这个能力反而越来越弱 是因为中国的公业化跟上来了 现在不是讲外资拆特吗 日资好像是拆特的相当多的 原因很简单嘛 主要是缺乏了竞争力嘛 那这就很可怕了 再就给日本敲响了真正的警钟嘛 日本的这个工业化对中国来讲 那简直是一个梦幻型的这个企业啊 对吧 尤其是在八十年代 我有所接受一些日资的企业 或者日本的朋友 那就简直就是 你包括他们印的书杂志 对吧 那个时候包括一个企业的一个产品说明书的精良 都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没有想到三十年之后 日本的企业越来越丧失竞争力 这一次的日本的这个孩子 遇害之后 媒体上有些人说 日本的企业要撤离 我觉得要撤离就撤离嘛 这是一个自主的时代 日本的企业 他想撤离为什么 不让他撤离呢 但是有的人就认为 日本会从此威胁中国 太天真了 今天的这个中国 当然需要外资 但是外资已经不是他主要的资金来源 今天的中国需要外国企业 但是这个外国企业 如果对中国今天的繁保 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规划 没什么帮助 他为什么要啊 他跟八十年代是不一样的 八十年代是1200这样一种状况 他今天是在牦选场 要给你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力 日本要干什么 其实日本要干的和美国 德国法国英国一样的事情 就要把自己强大起来 把自己改变 日本有这个基础 美国也有这个基础 就是看你下不下决心 反而在外交上要萎缩 因为你没什么多大力量 在外交上行使杠杆 只会你是个独立的一个国家力量 现在不是嘛 所以对实行生 我是不抱什么期待 不抱什么期望 因为他等他事情做出来再说 也许他过了一段时间 都已经下台了 我们讲有什么用呢 或者说呢 他最终也受处于 跟美国的这种框架走不出来 那有什么用呢 但是如果他要走去美国这个框架 谈何盈利啊 因为日本的精英阶层 是怎么一种状况 大家应该很清楚 有很大的固化的一个程度 日本强大自己 其实比任何的东西都重要 但是这个强化自己 要改造日本 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他不想中国 要变革 一下子就变革来了 因为民众的变革的起得非常高 然后这个精英阶层也渴望这个变化 而日本不同 日本它已经承受到了相当的程度 它要变革 就变得非常的艰难 而且要变革未成 搞得不好自己就被赶下台 所以这个这个我们还继续看吧 继续看 也许比想象的更好 也许比想象的更差 不知道 整到他真正当了首相之后 希望不像这个岸田文献这样 实在实在是不像话 感谢和平先生点评 确实这个日本这边 是受限于一种惯性 或者是受限于一种 所谓的资源匮乏 那么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那么这种铝材料的大型 超高级的压筑机 其实放在这种业界 放在工业界 中国现在所采取 或者是所进行的一些 种种的这种产业上的升级和突破 应该是让一直埋头于这样的一个 对于钢铁材料的加工加工再加工的 这个日本同行来说 应该是让日本同行感到比较艳羡的 那么中国的这种铝材料的 这种超级的压筑机的 这种投入到实用上 投入到这种实际的生产环节中 他所做到的一个成就 应该是已经超出了日本 那么再说到 刚才河滨先生说的这个母器 其实关于中国军方主动公开这个弹道导弹 开吩咯 谢谢大家 Tabii 有点